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談建築的七寸明燈 其實我很訝異今天的主題會有那麼多人參加 因為可能大家不是非常清楚這個Roskin的建築七寸明燈 是一個非常堅設難懂的建築地點 它並不是我們一般在看到的建築雜誌或建築的作品書裡面的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論述 背後其實有非常多的哲學藝術跟社會學藝術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屬於專業者的一個討論 那我昨天前天接收到所有新聞隊的朋友就這個有興趣 我再猜可能這是一個經典書 是一個幾乎所有在學建築學要進入現在建築都要理解的書 那大家有興趣我覺得應該我的責任應該是一件事情 就是幫助大家把這本書的內容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理解 那這簡單的理解就可以讓大家可以進入一個所謂的建築美學 從古典建築變現代建築的這個狀態裡面 可以理解到是怎麼變 怎麼會過來的 那它當中產生了什麼樣的變證啊 因素啊這樣的概念 那可是這樣好像用這個方式來跟各位談好像也不太夠 然後好像因為這本書如果大家翻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扎實的文字書 只有一些sketch 它的sketch都是只在畫一個建築的某個細節 一個柱頭 一個雕刻的細節 並沒有我們常常看到的其他的建築師的作品 可以看到所謂的建築的project 所以從這樣的概念來看 講這本書的時候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講 我相信大概會有一半的人會是不知道的 因為它很抽象的東西大概很難理解 所以請大家也容許我今天的介紹這本書的時候的說法 我稍微做了一個小翻轉 就是我企圖用我自己個人的主觀的理解 它的書所寫的七種不同的原則 我會找一些例子 這些例子呢 比較屬於有些是現代的例子 有些是我們常常可以聽到或看得到的建築的例子 來解釋說它的美學 在今天我們再重新回去看的時候 這個例子應該變成什麼樣子 或者有哪幾個不同的建築 比較能夠符合它的一個建築的高標準原則 所以為什麼我說請容許我這樣做一個名字 如果這樣把它的書配合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例子的話 它其實會有點主觀 會有點不斷 我的詮釋不見得是對的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大家就當作一個互相交流討論的開始 那這個大概是我會跟各位解釋的 第二件事情是 我期待想要做的事情 在今天的解釋 我會把大的架構 它的美學價值讓大家知道 可是我比較不會去說文解釋的講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 念起來超級有詩意 可是超級不容易懂 所謂詩意就是你還有自己先有詩意 才能看得到這本書的詩意 就是它用的文字看起來非常的瑣碎 非常的華麗 講了很多的細節 這個細節呢 都跟古典建築的某些小細部有關 當我們今天 我總是在考慮我自己會考慮大家 當我們今天對古典建築的很多 裝飾性的手法跟雕塑的細節 不是非常了解的時候 你會看進去需要一點點耐心 它不是一個不能看的書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書 因為它成了一個經典 幾乎所有影響到現在我們看到的建築 最棒的東西 已經過了一百六十年 這本書所寫的東西到今天都還自知真言 都還是非常重要的 好建築跟什麼樣子 都還在這裏面 所以它之所以變成經典 之所以到去年 武藍開始出這本書 非常壓抑 因為看到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我說不可能 沒有出版社會願意出這本書 沒有這本書太經典了 距離現在已經一百五十年 一個世紀多的書籍 願意出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可是出完以後我真的覺得很值得 因為它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價值跟理念 那我今天的責任 其實就把那個價值跟各位講 那我也希望講的時候 能夠讓大家能夠聽得懂 我試著讓大家聽得懂一點點 所以我會用一種比較簡單的語言 可能中間那個語言 再從它的文字變成我的語言的時候 中間有很多污差 那請大家容許我用這個污差 來讓它簡單化 這個是大家跟各位先介紹的一個 那在下個禮拜 還有另外一場也是我會講的 也是這個系列的腳位演舞 那個我就覺得比較容易 因為那個就是現在當代 鄭鴻的一個建築師 他做的作品其實 我每個人都會感受得到 道路的人都會看得到 所以那個其實就可以很容易理解這個建築 所以兩場演講所做的對比 雖然講的我非常有數 那個對比性非常非常強 那我就正式開始講 這個John Ruskin 這個英國人所做的一個建築器的名 跟這本書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這個基本概念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John Ruskin 所出的這本書 他出的時間點在1849年 大概就是19世紀的中間的那個時間 19世紀中 那他自己出生是從181幾年到1900年 他幾乎他的生命沒有跨過20世紀 剛好一到1900年 剛跨20世紀的時候他就去世了 所以他基本上整個生命是在跨越 在19世紀的那個氛圍裡面 那19世紀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比較用簡單的概念 19世紀大概是正式 就是讓我們去歐洲看到那些古典建築 凋樑化動的古典建築 變成現在看到的這個現代的 玻璃的鋼鐵的水泥的房子 19世紀就是那個轉變點 也就是我們用簡單的話講 19世紀是什麼 古典建築正式邁入西洋 現代建築的一個中間的轉變點 這個轉變點 最大最大的轉變的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在1951年 當然沒有人會說 哪一天突然一覺醒來 古典建築都突然變現代建築的 就不會這樣子 歷史不會這樣 另外歷史應該是慢慢來的 可是因為總是有幾個案子 完成的時候影響特別大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案子當作 是一個重要的轉變點 那為什麼可以說得精確 是一個叫做1951年的轉變點 是因為1951年那個時間點 剛剛好建立了世界博覽會 那他知道什麼叫世界博覽會 到今天為止 我們常常說要 開始預告未來的可能性 然後讓世界開始對未來 有一些新的想像 常常是藉由世界博覽會來做的 所以我們到今天為止 都還有每四年一次的試博 像上海的試博 之前每一次的試博都在告訴你說 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的 實驗未來什麼樣子 所以當初1951年 就辦了一個世博會 辦在哪裡 辦在聯敦 那個時候 這個世博會蓋了一個很重要的房子 這個房子呢 幾乎跟以前的國典房長都不一樣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這個房子叫水晶宮 所以水晶宮蓋起來的時候 整個世界突然 全部人都嚇了一跳 原來這個就是建築 原來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世界就在那個時候 開始用了新的材料 用了新的工法 用了新的建築的形式 來讓以前我們一次蓋房子 要蓋20年 30年的這種石頭蓋的教堂 或石頭做的西方的建築 所以突然在1951年之後 開始可以用 房鐵的玻璃 這些事情 好 那這個是1951年 1851年 對不起 1851年19世紀 中期的時候 會發生的事情 這本書 John Ruskin這本書 他寫的時候是什麼 1849年 也就是在蓋水晶宮 還沒蓋 可是大家知道要怎麼蓋的同時 Ruskin寫了這本書 Ruskin為什麼會寫這本書呢 因為他 他非常非常的緊張 他覺得 這個 所謂的進步的社會 要把全世界的好的建築圖 都一次毀掉 所以 如果要談 John Ruskin 他寫的這個 建築七燈 他要開始提醒大家說 我幫你在建築六個七盞燈 亮起來 在一個黑暗的世界亮起來 讓大家開始警醒 所以這本是一個警醒的書 說 你不要忘了 大家都非常樂觀的在看待 未來的 新的發展的時候 請你記得 有七個建築的主要的原則 是很重要的 忘了這個七件事情 我們未來的建築會一片黑暗 會垮掉 所以這樣的時期 讓我們開始想到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 這句話 這句話 其實就是在 伊根斯 雙天記的時候寫的很重要的一句話 這句話說 現在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當我們今天覺得這個最好的時代 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 開始要走向天堂的時候 其實你要記得 我們大家是一起在走向地域 那這個雖然是一個文學作品 可是這個文學作品 其實 非常接近 John Ruskin 在1849年的時候 寫這本書的心情 跟這本書的主要的一個意義 他說 這件事情其實 無論它是最 大家有人說它是最好的 有人說它是最壞的 可是呢 每一個人都用最極端的 就是最高級的形容詞來對待他 有的人極度樂觀 有的人極度悲觀 那如果今天你問我說 那John Ruskin到底屬於哪一種 它是屬於極度悲觀的那種 那大家會想說 老師那到底它是什麼時代 為什麼 為什麼你認為 它會這麼多的悲觀 是因為 早期的古典建築 基本上它的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不管從 以前我們看到的希臘 羅馬 我們在談的是希臘建築 希臘跟羅馬的正統 中間發展到 有一群大國人建築 它創造出一種新的結構模式 創造一種讓建築變得非常的高 高聰 然後讓那個光線可以從上面下來 經過彩色玻璃 讓人覺得走進這個教堂 非常的神聖 而且華麗 而且崇高 那個叫歌德建築 歌德建築 要讓建築高 它發展一個東西 跟古典的希臘羅馬最大的利用 是它做了一個堅拱 所以這堅拱 讓整個空間的形式 指向天空 然後呢 讓那個建築 開始 非常強烈的 去表達它的結構的意義 所以我們如果常常去看 歌德式教堂的時候 如果你對建築稍微的理解 歌德式有幾個教堂 它的幾個元素 是讓我們理解 歌德建築 之所以變那麼高 可以變那麼高 可以變那麼高的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歌德的堅拱 還有另外一個叫歌德的非福壁 什麼叫歌德非福壁 就是這一塊 是把房子蓋得很高之後 怕這個房子會倒下來 因為石頭 人家說木造的石 木造的房子 東方 中國的建築是木造的 木造的房子怕什麼 怕火 一燒就燒光了 石頭的建築 是西方的建築 不怕火 而石頭的建築怕什麼 怕地震 所以你看到現在 那些工作非常多的廢墟 其實都是正壞的 倒塌的 所以正壞倒塌 是因為它是用石頭 一塊一塊疊起來 一塊一塊疊起來 它很容易就這樣崩潰 所以當初為了讓那個建築 蓋得很高 而不崩潰 所以常常在它的邊邊 都會撐起這些牆 把它頂住 就像我們今天做的一個東西 你會讓它不要倒 你就用手把撐住 這個撐住 用一個牆壁去把那個房子 給撐住 這個叫做伏壁 把那個牆壁給扶住 用一塊牆壁把整棟的房子扶住 所以在哥德建築 它的其實它的結構 行為 就像我們現在的梁柱關係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它上面都有一些熱金 像小梁一樣 把整個房子撐起來 所以哥德市它當初為了高 它不是很在意美學 它不是要做美的東西 它做一個可以蓋高的東西 所以它背後的理性是非常清楚的 它是在創造一個最優的結構 讓它表現出來 那因為最優的結構 開始表現出來以後 他們才開始從這個結構 尋找到這個結構線條的美 對不起 你可以看到這個線條的美 我們走到哥德市的時候 這種崇高的肩孔表現出來 包括我們從下往上看的時候 所有的肩孔就產生出來的細 很細很細的熱金 包括肩孔所做出來的小花窗 跟小梗藍 就這樣關係 跟這個玫瑰花窗 跟光線從上面很崇高的下來 每一個都有它的結構上的意義 然後就開始去化解它的所有的細節 那這個我們都稱為古典建築 那這個是中古世紀各德建築裡面 非常忠實呈現的材料的美 石頭的美 所以這石頭都誰來做呢 是這些石匠的美 一塊一塊去雕出來的 當結構做完以後 去一塊一塊去尋找這個線條 最優美的地方 慢慢的雕它 所以那個時候非常強調的是一種 我們稱為叫做工匠的美 或者稱為就是手工藝的美 那這個工匠的美跟手工藝的美 一直是建築的 西方建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 可是 到了20世紀早期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件 這個事情當然是從18世紀開始 讓建築開始走向現代建築 為什麼 因為在走向現代建築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西方很重要的革命 我們稱為叫做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開始發展了新的材料 已經不是洗頭的材料 是什麼 鋼鐵 玻璃 還有呢 希望能夠大量製造 所以所有的東西可以進場 所有的模具單元做完 進場大量製造 也可以來組裝 所以工程是用組裝起來的 那這時候就做出非常多 19世紀早期的一些房子 包括都是大量的劇院古倉庫 包括這種大的Gallery 還有Greenhouse 文室 做了這些很機能性的房子 這些房子呢 跟以前的教堂都不一樣 所以以前的教堂 19世紀教堂還是用石頭蓋 可是以前的 除了教堂以外的 那個民間的 那種比較簡單的 古倉啊 大棚架啊 就像我們現在的人 文室 它是用工業革命所做的材料來蓋 蓋了以後 雖然它蓋的不是那種 精神性的房子 精神性還是用石頭來做 可是當它蓋了那些房子的時候 人們卻開始很向往 很向往什麼 為什麼這麼快可以蓋起來的房子 為什麼蓋起來可以這麼便宜 機械時代 工業革命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講 真的是一種夢 而且是一種美夢 它讓我們這個世界 產生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我們再也不需要靠以前的工匠 慢慢慢慢蓋一棟房子 也是這麼貴的房子 所以工業革命的確對於人類的 人類的幸福 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影響人類的非常非常大的幸福 也讓因為這樣子 所以 十九世紀 所有的西方的人們 都有一個Dream 這個Dream是 工業革命之後的所有的事情 可以幫助我們 所有的 時代 往前快一大步 可以開始離開以前的 這個 這個 所有的時照的這些房子 或是老的 封閉的房子 因為 工業出來的陽光 那個玻璃房子 陽光可以灑進來 非常非常棒 可是呢 那個時候工業革命才剛開始 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工業革命 到了現在一百五十年後 你去看看 所有的Mercedi的車子 你可以看到 看到Porsche的那些所有的車子 工業已經變成一種新美學 那個工業可以做到很細很細 剛剛我們想說 做到iPhone 跟一些工業生產的製品 都做得細的 不得了 我們稱為現在這個工業 就是機械工藝 已經把機械生產的東西 變成一個工藝 可是你想想看 在一百五十年前 工業革命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工廠 大概沒辦法發展 因為剛開始 那個機器 大概沒辦法幫你做出 很細膩的房子 所以那個房子做起來 都不能出造 那個街頭呢 螺絲釘 兩根柱接起來 就螺絲釘鎖上去 螺絲頭都是露出來 也沒關係了 因為它只能做到這樣子 不過當然台灣現在 還是活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工藝 所以台灣現在那個 兩柱鎖起來 螺絲釘還是露出來 大大的一大顆 你也不曉得 走路還會踢到 可是當然現在有非常多的工業 其實可以做到所有的螺絲 可以砍到裡面去 什麼都看不到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不管手機 或者任何的這些事情 你可以去想像 你用台灣現在的經驗去想像 一百五十年前 那個是極醜無辟 大概沒辦法跟你去教堂 看到的哥德教堂 那個石匠雕出來的花窗 柱頭 這樣的概念 是接近很難的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他覺得 這個時候 當所有人都在興奮 興奮什麼來臨 興奮工業革命 帶來的所有人 未來的一種新的美夢的時候 他其實覺得 工業革命雖然是一個 積極的自發的運動 他已經 你擋不住了 他就一直往前走了 所以那個時代 其實是一個 非常樂觀的 他一直在往前走的關係 可是呢 他因為往前走 因為樂觀 可是 讓這個社會裡面 產生的知識界 知識分子 喜歡藝術跟文化的人 他是一個極大的焦慮 為什麼極大的焦慮呢 因為他會覺得 這種焦慮感是覺得 所有的建築 所有的美學 所有的藝術 一次之間就會毀掉 這個其實到我們今天 也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活在 工業革命的時代 我們現在活在 如果19世紀到20世紀 叫做我們 活在叫做Machine Age 工業時代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 活在一個叫做Information Age 就是一個叫做 資訊數位時代 我們緊不緊張 也是有一批知識分子 跟一批藝文工作的人 是非常緊張 說怎麼辦 我們的書快沒了 以前書摸在手上 翻開來那感覺多好 現在全部都變Digital 那怎麼辦 大家不要每天都在看螢幕 然後再買書 來摸那個紙的感覺 如果現在還有人 對於摸書的紙 翻一頁頁的感覺 充滿了各種想像跟懷念 然後開始緊張明天 書都沒有的那個狀態的話 那個時候他想像建築都沒有 所有的建築都會變成一堆很醜很醜的 機械製品 這是他們那個時候的一個心情 那個心情就在1951年 產生最大的變化 就是那一年的第一次 所謂的世界博覽會 英國國家徵集了一群御用建築師 這群御用建築師來做淨土 因為我們要辦一個世界級的博覽會的展覽 我們需要一個大展冷廳 就這建築做了好幾個月 所有最棒的國家級的建築師都來比 全部都拿不到 為什麼拿不到 因為不是他蓋的不好 他們都用老的工匠 老的建築的概念來蓋這個房子 可是他達不到那個時候 要做世界博覽會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這基本要求是世界博覽會只剩下幾個月而已 我要在五個月裡面開幕 怎麼辦 你們蓋著這些房子 漂不漂亮 我們都覺得很漂亮 那些古典房子都很漂亮 可是五個月不蓋不起 可能要二十年 可能要十年 那怎麼辦 幾乎所有都不回國 所以那個時候 幾乎世界博覽會 在那個時候是難產的 他要求一個大的容量 讓所有人都可以進去 結果好死不死那一年 有一個人自己寫一封信 自己上書給這個 最重要的主辦 國家級的人說 我可以做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不是什麼御用鎮律師 這個人是在鄉下裡面做溫室的人 他是一個 Landscaper 是一個景觀園藝家 他跑來跟他說 大家都行不通 我可以做是因為 我可以把我家的溫室 那個大房價 放大來做 我保證 在五個月內可以做得到 結果他拿到 因為只有他符合資格 他拿到 結果他真的蓋完這個房子 幾個月 三個月 蓋出一個叫做水晶工 全部的概念是用什麼 用我們現在去看到 鄉下的那個 Greenhouse 的 輕架構 鐵 鎖起來 拼起來 變成一個大法具 結果所有人都恨死這個人物 覺得這個根本是來亂的 這技術是蓋起來以後 去引起全世界的震撼 怎麼叫做這個也叫做一個房子 以前的哥德的房子應該是這個 應該雕梁畫動有非常多的細節 年齡跟住的都要磕成這麼多的小細節 怎麼可能像一個叫做行架 然後就加一個玻璃頂 然後加很多抽水的架子 加上一個鋼索 就結束掉了 一堆人在批評他的時候 可是另外一群人充滿了樂觀的大量文行 太批評了 太快了 大量製造太棒了 所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也是這個最糟的時代 看是哪一群人在看他 結果這是一個擋不住的潮流 這個世界就一直往前走 就開始 因為有水晶宮 這個水晶宮裡面還有一個種樹 這是從來沒想過的 為什麼一個教堂 以前的教堂開完 怎麼可能樹種在裡面 結果這個專門做溫室的警官設計師 來做一個國家級的案子 把樹種進來 大家興奮得不得了 後來之下 這個基本的樹已經變成我們現在的小壁模 裡面有樹 有狼 陽光進來 裡面還有水 花園都在室內 你知道那時候的人有多興奮 竟然可以在室內有花園 站在室內可以看到天空 OK 可以三個月亮 那這個時候 其實世界就因此走向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現代的旅程 那走向現代旅程呢 其實有一批人 開始同時間 跟著Raskin一樣緊張 收到Raskin1949年寫的那本書 就開始成立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呢 後來影響了現代建築非常充滿的快 我們常說現代建築有兩塊人 建築或者跟歷史都一樣 永遠是正感命的兩批人 互相的辯證 拉拉扯扯拉拉扯扯 社會的進步就是因為這兩群人 互相拉拉扯扯往前走 有一批人非常在意 technology 高端技術的東西 另外一批人喜歡 做一些老東西 扎實的做一些很實在的砌 做石頭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批人 藝術家 標設計師 開始做了一個叫做 英國美術工業運動 英國美術工業運動 他們認為什麼 認為當初的世界國染會的水晶工 所有的東西 他是抗議 抗議是什麼 他的詞是粗漏不堪議 他們認為 怎麼可以把建築蓋成這樣子 這個建築根本毫無價值可以的 毫無美可以的 怎麼大家可以這麼現實公益主義 只為了便宜的 快的把它蓋起來 很好用 卻忘記了建築其實有它的精神面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認為 機械生產是沒辦法創造好的 優良品質的 所以他們倡導什麼 他們否認的機械文 他倡導 我們在這個時代 更應該有一群人 努力的去恢復 中世紀時期的工匠們 的工作精神 工匠們的這些用手的精神 其實是我們最珍貴的 不需要保留 請記得這些事情不會在 1851年那個時候 1849年那個時候 建築七燈所寫出來的 到今天為止 還有很多一批人 看到很多機械製品 說我要做一些 叫手做的東西 我要那個手感 所以我們不是常常有人說 機械東西沒有感覺 我喜歡有骨感的東西 我希望摸起來有觸感的 我希望摸起來有那個 工匠刻一條線 標一個目標的線 那種感覺 那個就是其實當初的 英國美術工運動 最重視的 所以呢 Raskin 那個時候在英國 影響了一些人 有一個叫做Morris Willem Morris 他就開始成立了一個工作坊 叫做Morris & Co 他強調什麼 手工藝復興 這個是他最大的反對黨 反對工業革命的這群人 強調恢復到手工藝 我們稱為叫做Crapman 所以他才會用一個叫做 Art & Craft Movement 認為藝術 跟手工藝這兩件事情 是極度重要的 不能被放棄的 然後呢 之後大量的貶低 這些亂七八糟的 品質低劣 毫無設計的工業之體 那那個時候就產生了一個 新的復興運動 所以我們說 現代建築 最大的貢獻就是工業革命 把人推向一個 新的工業環境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批人 反對工業革命 把那些老的工藝美學 留下來 這兩批人都是現在 極大的貢獻 那Blaskin就是屬於 反對的那一面 這個概念 那那個時候 這群人開始了大量做 這樣子的 英國式的 對不起 英國式的 布置品 英國式的目標的關係 發展了屏風 有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甚至一個櫃子 對鐵劍跟木劍 這個西壁的東西 都非常非常強調 這個時候的作品 到我們今天看都非常美 它已經不像古典建築 以前歌德文明復興那麼複雜 它取了一些簡單的線條 這麼簡單的線條 這簡單線條都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自然界 它認為所有美的東西都不是人造的 上帝造物的美 絕大的部分都是自然 所以自然是不需要人設計 它就長出來 它就可以這麼美 所以我們今天要找到美的東西 必須要去模擬自然 從自然裡面找到一些東西 所以英國美術工運動 為了要去追求 自然界的這種美學的感覺 後來發展出一個 非常迷人的運動 如果你們對於美學史 有夠了解的話 發展一個叫做 新藝術運動 新藝術運動 大量的用自然界的曲線 來抵抗機械文明 那種非常非常奇惡性的關係 所以新藝術運動 也是一個受到整個 英國美術工運動 跟Forest這樣關係 發展出來的一種新的美學 包括我們現在很愛的一個建築師 那個建築師在美國 是美國的國寶 叫Friend of Light 萊特 萊特在做的 所有的這些窗戶的花窗 大家都愛的不得了 這些花窗的感覺 也是受到這些手工藝的影響 雖然 萊特已經活在現代 19世紀摸到20世紀初 可是他因為受到19世紀中期的 整個John Laskin所寫的建築的美 跟工藝的關係 所以他一直維持在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美學的標準 包括那個時候 英國美術工運動 蓋了一個1859年 也就是說 在我們那本書出來的10年後 蓋了一個叫紅屋 非常著名的 一個叫Red House 那個時候他強調什麼 他強調這個房子 一定要跟在地材料 有關係 不是用工業材料 在地如果是磚 我們就應該用磚來蓋房子 在地如果是木頭 我們就用木頭蓋房子 所以北歐的房子 用很多是木頭的 英國房子很多是用磚的 都是因為要用在地材料 可是如果就一個工業革命的人來講 我到哪裡都要用其中的工業製品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現金的材料 所以他們是用在地的這個材料 來表現一個不實感 然後產生了後來的典範 他蓋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強調能夠讓哥德式教堂的這種 以前的建築元素的塔羅瓦堅口 來表現一些新的空間特質 所以他蓋了一些一系列的這樣的房子 這個房子現在 我們用今天的觀點來看起來像農舍 可是在150年前 它真的很不像以前的老房子 以前的古典的房子 在這個窗邊 在這個門一定會凋涼化洞 他已經把那個凋涼化洞拿掉了 相當你真實看到磚怎麼棄 瓦怎麼幹 煙囪跟著生活要怎麼走 那個兼塔 兼出來的感覺怎麼樣表現 很有機的自然的樣貌 那時候一批人 受到英國美術公園運動 嚮往兩件事情 材料工藝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自然 嚮往如何跟自然一樣 這三件事情都是 工業革命裡面最不想碰 不想碰自然 不想碰這些在地的材料性的東西 你們可以看到紅屋裡面 所有的裝飾都非常漂亮 包括木工 如何去雕出這個很簡單的扶手 跟扶手的這個小的裝飾 包括鐵工怎麼做這個鐵鏈 做出這樣子的燈 包括設計壁紙的人 如何設計壁紙的這種花樣 變成一個天花板的架構 每一種工種 做壁紙的人 做地毯的人 做家具的人 做樓梯的木工 做鐵人 每一個人都像工匠一樣 付出他自己的心力 來創造一種藝術的美 那這個美呢 在那個時候非常的盛行 可是不要忘記 當它盛行的時候 在那個時代其實少數 大多數的人已經相信了 水晶宮的那種 可以大量蓋 台灣叫做飯櫥 就是一些就蓋一排這樣 所以那時候幾乎擋不住 這一排又拆掉了 就蓋成飯櫥一排 那邊又一排 所以這些所謂藝文人士 都緊張得要死 所以開始一直在提醒 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Raskin 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瞭解這個人 這個人最重要 他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個建築師 他並不是設計很多作品 所以他讀這本書 不太容易的原因是因為 他自己沒有蓋什麼房子 所以你如果不是學建築人 只是一般對這個建築有興趣的時候 應該很難理解這本書要怎麼唸 因為他沒有具體的案例 可是他卻影響了後面這150年來 非常多的建築師 等一下會給各位介紹 在這邊他其實是一個評論家 他是一個藝評家 他對於藝術 對於評論 對於美學 非常非常重視 他被視為 是一個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思想的先鋒 也就是他是他們的導師 後來的所有這些 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設計師們 其實都受到他這本書 受到他這個理論的影響 大家都在批判這個古典的東西 他認為機械是藝術的個性 所以總規矩他強調什麼 這本書強調什麼 這本書強調藝術 一定要跟工業結合在一起 我們要盡量回覆到 中古時期的歌德傳統 讓建築很直接的表現他的結構 表現他的材料 表現他的材料 手工藝的特質 然後希望可以付到傳統的價值 又付手工藝 他認為 建築必須要付出勞力 才會有價值 人沒有對那件事情付出勞力的時候 那個東西的價值不會存在 這聽在我們這裡面 好像很老闊口的感覺 就是說 你這個木頭 如果要機械做起來沒有感情 那個感情必須要有人付出勞力在那邊 雕一條線 揮一條溝 這個事情才會開始有生命的價值 而且人必須要付出他的熱情 有點像宗教情緩 所以很多人說 這本書不是建築理論書 是建築宗教家裡 就是像現在的安庭忠雄一樣 每天出來講 就像步道大會一樣 所以在建構一種精神價值 這個價值讓大家開始產生一種 叫做美學的 的概念 的狀態 那我們就來看他的 出了兩本書 這兩本書其實都很重要 一個叫做建築的七 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個叫做Stone of Venice 威尼斯之石 這一篇 這一本書 全部都在講美學價值 這一本書就比較具體 是他的遊記 他跟他父母 去威尼斯玩的時候 看到威尼斯的種種 大家知道威尼斯是一個非常浪漫 多元的城市 它不像 羅馬 有這麼古典的傳統 它不像文藝復興 有這麼多 當初14世紀的這些 這些地主們所建構出來的理學 有米卡朗基羅 有拉菲爾 有阿伯爾 沒有 威尼斯是一個 俗氣的城市 為什麼俗氣 因為是一個商人的城市 是一個海港的商人 所以裡面除了羅馬 義大利自己的文化 它還併合了很多 亞洲文化 任何文化 併合在一起 也正因為它併合在一起 那麼多元的東西 所以產生文化的多元性 產生很多 很棒的敏感 所以威尼斯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說不上來 它是哪一種風格 可是就是叫做威尼斯風格 就是它就有一個 威尼斯別人無法取代的 那種 mix and match 的觀念 那在那裡面 有非常多的美學 是沒有包袱的 可是 是付出心力的 所以它在這本 威尼斯之史 其實都在談威尼斯的種種 它懷念的 手工易美感 它懷念的舊美學 所表現出來的 的關係 那 我們來談這本書的價值 這本書呢 之前還有另外一本書 也是教人家說 什麼叫做好建築 它那本書應該叫做 建築最起起初的聖經 這本書在西元前一世紀 開始就有這本書了 這是一個工程師跟建築師 叫做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 建築石書 告訴你建築的 十種不同的大原則 歸納起來 告訴你說 建築必須要堅固 實用 和美觀 幾乎 世紀前發展這個 Metrius的石書 發展出來 深深的影響 希臘羅馬到後來的文藝復興 建築一定要鋪實 堅固 美觀 而且 它實用 要非常非常地實用 多做東西 那 建築石書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是已經是 2000年之前的 的書了 那 Raskin 在19世紀的 寫這本書的架構 就有點接近 有點接近 那個時候建築石書的一種 叫做宗教情緩 所以它就寫出了另外一個叫做 建築的七載明燈 簡稱叫建築七燈 那建築的七載明燈 企圖告訴你七件事情 那 這七件事情 跟Metrius不太一樣 那這個七載明燈 我會跟各位說 基本上 幾乎是兩兩一對 你可以從兩兩一對 靠 看到它這個七燈明燈的價值 那我建議各位 這個 非常重要 因為你如果不先了解 這個大家構的話 我可以保證這個書 你聽不懂 因為 你要先知道 這個七的的大原則 架在什麼樣的地方 以後你去看那個細節 才不會像迷惘一樣的迷路 大概知道它自己的關係 它用了非常非常多 像宗教的資源來講建築 有宗教的情懷 比如說 它說建築的第一個燈 叫Scrifice 是一個現身 現祭 是一個犧牲的狀態 它說建築告訴你 什麼叫做好 那 它會先告訴你 什麼叫做好建築 結果這一張 告訴你的好建築 叫做建築 不是拿來被使用的 無用之用 什麼叫好建築 這不太像台灣 台灣所有的東西都在好用 能用 因為台灣是一個非常具有 現實感的地方 你就跟業主說 這個是沒有用的東西 就拿掉了 台灣告訴你說 常常建築最棒的東西 是那裡不是拿來用 是那個建築最棒的精神 所在 就像教堂裡面的 某些東西 不是為了給人用 而是為了要 表達神的精神 所以它表達神的精神 那件事情 蓋那個教堂 那件事情 比要不要給人用的 下面的東西 來的更重要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的 建築師喜歡做教堂 喜歡做墓園 就因為它有個無用之用 讓你可以發揮 因為就是一個 看不到的東西 告訴你說 墓園有個東西 很重要的精神 教堂有個東西 很重要的精神 這個不是拿來用 你就覺得 建築師就很爽 我想做這個案子 如果建築 告訴你說 你要三忙兩天 所有人都覺得 沒什麼好做 那這個其實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建築裡面 有些足以讓你升華 其實它認為最棒的東西 It's good 這個故事 為了要奉獻什麼事情 它不一定要奉獻給 給神 它可以奉獻給自然 它可以奉獻給知識 譬如說 我要做個圖書館 如果我想做個圖書館 我要拿到那個進度 我絕對不會 因為我要把那個圖書館 變得很好用 拿到那個進度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不一定要把 輸這件事情 它做神 我要做一個神性的空間 這個圖書館進去 人好像變得很渺小 書變得很偉大 那圖書館就會跑出一個 很棒的門店來 那個時候的圖書館 不是為了用 用還是要繼續做 可是它背後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壞了這個 那這個它第一句話 告訴你說 不要那麼的實際 不要像工業革命之後的 所有的人 突然變得所有的建築都跟你說 論金論鳥 怎麼用 那樣子 藝術就會消失 就告訴你 什麼叫做 好東西 What is good Beal truth 告訴你說 What is not good 什麼是壞東西 它告訴你說 不誠實的東西 就是壞東西 什麼叫不誠實的東西 明明它是 RC結構 完了之後 外面還要把它塗一層東西 貼一層石頭 假裝說它是石灶 哇 這個我的豪宅是石頭做的 背後根本是石頭做薄薄的一片 它會告訴你 What is not good 那個不是真實的建築 木造的房子 就要看到木頭的感覺 那個是以前工匠最在意的 你木造的工匠就會告訴你說 木頭是要卡榫卡出來的 OK 台灣曾經有過的時間是 想要做成傳統建築 是做成木造的房子 就是什麼樣子 那是用水面罐的 OK 有啊 很多啊 我們去看中正紀念堂就是啊 這個 What is not good 就是你為了要做那個形象 可以做一個假的東西 這不是工匠該做的事情 工匠所有面對的就是真實的材料 所以它第二天就要告訴你說 什麼叫做真實之燈 就是你必須要回應 像工匠一樣 回應你用的一塊石頭 回應你用一塊木頭 它給你的一種感覺 你怎麼面對它 就這樣 就像那個時候的哥德式建築 如果要把房子蓋高 所以它開始要用 對土必用堅固 很真實的把它撐起來 OK 那它認為建築真實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對 什麼是好東西 什麼是不好的東西 這兩個又是一對 它認為建築有兩種層次 建築的美有兩種層次 一個層次是看到它說 哇好美喔 那是建築的一種美 那它稱為就是beauty 就是一種美感 可是建築還有一種 更偉大的 所有建築師都在追尋的 就進去它不會說好美 進去說 哇 那層次更高了 所有人進去說 哇 那個就是 那個叫崇高的美 比如說 你大概很難說 金字塔 到底美在哪裡 可是每個人 站在金字塔面前 都會 哇 因為它創造了一種 美學上的最高層次 叫Sug9 就是壯 崇高的 OK 跟beauty不一樣 所以我們常常說 你看一個美女非常漂亮 你說 她好美 OK 你看到一個醜的男生 你覺得她好醜 看到一頭扭眼 醜 看到一頭豬好了 你覺得她醜得不得了 可是 我跟你講 你又看到一萬頭豬 從你前面這樣跑過去 你會 哇 好美喔 那個美你也說不出來 就是 那種美 我們這位叫壯美 就是那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那個沙被滾起來 所以從你那邊衝過去 產生某一種力量 你根本不會去注視她 到底是不是 美學上的beauty 這些事情 她就告訴你說 沒有兩種 一種叫做力量之燈 是 產生人的那個感知 心靈上壯美力量 你一看到她就 就被震撼住 教堂 或者很多神聖的空間 要抓的 建築師要做的 都是這種的 就是讓你進去就哇 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漂不漂亮很難講 有人喜歡脖子長一點 有人喜歡沒有脖子 對不對 有人喜歡眼開一點的 有人喜歡雙眼皮的 不一樣 因為她有文化的審美觀 可是壯美是共通的 不管你是非洲人 你是美國人 你是日本人 有一種美是進去每一種人 就是哇 對不對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她把第一種美稱為 叫做力量之燈 第二種美 她稱為叫做beauty 她必須要有一些文化的生命觀 可是文化的生命觀 她會把層次拉高一點 她認為這文化生命觀 最beauty最美的 美學上美感的東西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nature 應該是自然 她認為全世界大自然佔90% 包括人體都是自然 只有建築師蓋的房子 那個占不到10% 建築都是長成90度的 盒子的樣子 你怎麼可以說建築像文藝復興人 都一定要正圓正方 你怎麼可以說只有那種是美 你為什麼忽視了上帝造這個自然世界 根本不需要人 就可以創造出來那個自然的美 所以她大量的希望 所有的美感來自於nature 所以才會回到剛剛提到的 新藝術運動 開始從花 葉 人的姿態 各種不同姿態來找到新的美學 那這個她旁歸成一類 也就是說她認為 我們要創造的新的一種美感 你可以抓兩種 當兩種都消失 你既不跟隨自然 你也不去追求這種 新的精神力量的美的話 那建築就不存在了 藝術就不存在了 總歸一句她就是 覺得所有的公益革命之間都消失 所以她提醒 她像一個警語一樣 提醒大家說 請大家注意這個 不要做假的東西 要一個 無用之用的東西 要尋找兩種美 第三 第五個 非常接近宗教家 其實說謙的就是一個 手工益家最重視 叫做生命的美 生命之燈 她說 所有作品的美 美德美 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身體勞動 來自於人跟她有接觸 你要為她付出勞力 不勞而後的東西 你要為她做出一些事情 你才會覺得美 所以這個時候是在講什麼 講工益家 講機械美學 那個 你都不曉得她怎麼做的 她就在工廠裡面做完 拿出來就是一個生命的 沒有生命的東西 你再用它 你千萬不要用它 沒有生命力的 這個生命力都是因為人 經過她的勞力 經過她的勞力 投注到她身上 她認為建築 就是人精神跟身體 合在一起創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缺乏了這個 人的勞動精神 其實出來的建築 其實具有美德 也不具有美德 非常的宗教性 那這個是它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做Life 那這個Life 是其中一個燈 那她用的都是一些標準 再過來 她認為 我們要怎麼表達對歷史的關係 我們的歷史 稱為叫做記憶之燈 她認為歷史不應該被重蓋 歷史舊了就讓它舊了 就放在那個地方 你不應該再重新用它 或重新想辦法 要怎麼remodel它 她覺得不需要 歷史最重要的就是 它留在那邊以後 留下了一個記憶 其實做得最徹底的在哪裡 羅馬 你如果到羅馬寺 你看到羅馬的一堆的廢墟 你都不想為什麼一個城市 要這麼多廢墟 不把它用 全部都滿地的一大片 全部都空在那邊 然後一堆石頭灘灘的那邊 那只有一半人去看它而已 因為它留下了一些印記 留下了一些時間的記憶 It's there 就在那裡 那當你今天企圖去羅馬 再重新改造競技場 變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它就變了另外一件事情 原來那個記憶的關係就不在 不過這個觀點很曖昧 有的人認為歷史應該要被重新使用 才會開始重新歷史 有的人認為你不動就不要動 那在這個 John Ruskin 的概念裡面 他是認為不要動 他認為記憶應該就保留在那裡 不要動他 那最後他還提出一個 就是尊重這個 這個也非常有趣 他好像要告訴你 你要做一件事情 要follow一個原則 可是他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你唯有立格才有破格的可能性 他不是完全強調立格的 比如說 你一定要有所追尋 有一個秩序 有一個規則讓你去follow的時候 才可以發展人性 人性常常是什麼 我們常說做淨土要怎麼樣才贏 淨土常常會 出淨土的人常會出一些規則給你 大部分贏最後淨土的人 都是破壞規則的人 不follow他的最後都會贏 可是他如果沒有任何規則 破壞規則也不會贏 那破壞規則是因為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不然 哪一個跟原該規則相反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創意就跑出來 所以他在講尊重之分是 你一定 什麼叫做creation creation常常是在有一個範圍的規則裡面 有一個範圍的框框裡面 去破除它 才會產生破格 立格跟破格的精神 兩個要並存 新時代才會繼續產生 所有的事情不應該沒有原則 不follow原來以前的東西 不應該無中生有 跟現在的新的工業時代的建築 就這樣長出來的 其實是不對的 你必須要回應原來的那個基本狀態 那其實我這本書就講了 它就是這七個 這七個裡面從歷史的層面 從遊戲規則的層面 從真實構造的層面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什麼是美的 什麼是醜的 都在這邊最建立的 那其實為什麼它影響 透在這麼多 影響這麼大 就是因為它定義的這七個規則 非常多的建築師到今天為止 都還一直發了這個規則 我可以說今天為止 我可以舉起一個例子 告訴你們說 今天為止的誰 就是因為回應它的這個七個規則 變成最棒的建築師 那你說老師 那必須要回應這七個規則 才會變成最好的建築師嗎 不見得 也有現在很棒很棒的建築師 七個什麼都沒做 反向操作 繼續把高科技的東西 繼續把那個新世代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甚至做到數位 所以做完以後 完全跟這個無關 結果它做得非常棒 那個人是誰 可能像北京 那個Google很明顯 然後那個看起來你們哪一種 進去裡面的房子都是放的 然後到底是真的牛還是假的 你也不曉得 可是它為什麼是一個很棒的房子 是因為創造的人的新技術 讓他們繼續可以再走二十年 所以有的人在回應以前的說 有人在提西後面的好 就像水晶宮 雖然被Ruskin反對 雖然我們說Ruskin 他提出來這七個原則 讓建築保留的發覺很美 你可以說水晶宮不好嗎 我可以跟大家說 水晶宮到現在都還是被認為 最經典的現代建築 因為有他 後面的現代建築才開始有空 對不對 所以兩個並行的方式 都在這樣子的方式裡面 開始可以看得到他的潛力 然後我們開始彈第一個燈 剛剛已經提過了 他最強調的就是無用之用 這句話其實非常工方 不過他大概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談 他說建築七燈沒有一盞是有用的燈 好煩喔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工業革命時代 什麼事情都要有用 所有的事情 沒有用的就要去掉 去裝飾 去細節 讓所有東西都變得合理 有用 非常理性 不要告訴你說我七個全部都沒有用 我七個都沒有用 開張名義就告訴你說 這個無用的特質 是造就一個不尋常的方式 它要跟事物 別的事物不同 都是因爲它造就一個新的沒有用的特質 如果常常做創作的人就會知道這些事情 我常常做建築設計或其他設計 你往往要在你拿到那個program 拿到需求的時候 偷偷的放進一個東西 業主可能都不知道 因爲你符合了業主所有的百分之百的需求 跟你口袋拖換的東西進去 那是跟用沒關係的 你就會做很好 因爲那個放進去的東西是那個東西的生命 剩下的只是你要讓東西成型的一種技術 那這是它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的 的標準 核心的意義 這個時候他在第一章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幾乎是建築系考試的人 常常在問學生的問題 請你分辨什麼叫做architecture 請你分辨什麼叫做building 什麼叫做建築 什麼叫做建築物 建築物 我們現在什麼叫建築物 在它的定義裡面建築就是給人使用 就是一個房子 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機能 人要可以遮風避雨 人在裡面服用所有的機能 可是一個building 它能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architecture 不一定 所以它就是一個房屋 可是要變成一棟好的 被稱為叫做大寫的architecture 它裡面開始要具備一個功能 其實是建築物是世俗的 建築物是神性的 現在聽起來有點刺耳 哪有想起 搞什麼 可是你要知道 很多藝術創作的人 就在想這個事情 我如何讓我本來接受的任務 是蓋一棟建築物 我如何經由我的藝術創作 或我的心智的改變以後 讓它變成建築物 變成有生命 然後這個生命 被它用了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字眼 叫做奉獻 或獻祭 它其實是奉獻給一個看不到的神 那這我剛剛有提過 那這是它的第一章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要不然你會根本無法理解 什麼叫做奉獻的事情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這個當然不是Raskin舉的 是我自己亂舉的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沒關係 我只是比較具體的談 比如說像金字塔 金字塔一直到現在 Nobody care 它到底現在幹什麼用 可是每個人都很care 所以我要去前面 站在前面 看著金字塔 因為它有一種震撼的 力量的 我們剛剛唱的就是Sup9 所以當它離開了 它真正的使用的時候 它自己就可以提出一種狀態 另外一個 有一個紙上建築 叫做牛頓紀念館 整個建築就像一個大圓球 很震撼 這個大圓球沒有帶出來 它叫做牛頓紀念館 在18世紀還是19世紀 就設計一個就是Blake 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師 它蓋了這個牛頓紀念館 從頭到尾這個大圓球 人大概多大 這個人大概這麼大 所以這個大圓球 那個房子現在 基本上還是蓋不出來 不過大家想像是這個狀態 這個大圓球沒有窗戶 它在這個大圓球 打了很多很多的洞 跟中間夾了一個吊燈 就這樣子 這個建築被稱為最偉大的建築 好怪 什麼都沒用 蓋不出來 為什麼被稱為最偉大的建築 因為這個房子 這顆大圓球 人在很渺小的狀態 走一個樓梯進去 到裡面裡面充滿了黑暗 那外面白天的時候 你從一個小洞間進去 裡面就是暗 可是因為它打了很多的洞 所以太陽光打在這個 這個大的球上面的時候 裡面白天喔 你走在裡面裡面是一個窮人 是一個滿天星塵 它把所有的天文學的 所有的天文的星象 打在它的大圓球裡面 讓你白天進去的時候 看到的是一個夜晚 當你今天晚上進去的時候 它反而把裡面燈打亮 這個燈是可以閃爍的 像一個太陽 讓你走進去的時候看到一個白天 它把日夜反轉 沒有用 沒有用 真的是沒有用 可是它是在說牛尊紀念館 在講人跟天文 跟那個世界宇宙之間的關係 超感人的那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 你說它沒有蓋出來 它影響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後來很多建築師 包括安平中雄 在做教堂 在做水池 把一個十字架放在大水池上面 讓人站在前面 看到那個大十字架 就感動得要死 你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感動 可是十字架放在水上面 後面四季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那個十字架的背後 冬天是白雪 春天的時候 滿花盛開的時候 你站在前面 你覺得那個十字架用力變 可是四季會因為天氣而變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房子超棒 安德東雄的水的教導 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你也說不上 就是感動 那其實都在講這個叫做 無用之用的這個精神的層次 再過來要談到的 所有的建築必須要誠實而同 他反對這個機械時代的這個 很方便的這個狀態 他說建築所有誠實是藝術的基石 他好像在講我們人 一聽到這個我就直接很害羞 我到底是誠實實 他不在講什麼誠實 他不在講什麼誠實 他講建築誠實實 建築的材料跟結構 我們剛剛講材料結構到的成一誠實 他說 所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想像 這個東西 都不能動搖人對真實的渴望 如果建築是欺騙人的 他就是這個可恥 而且是屋頂 他講的已經有點像宗教家一樣的事情 他只指這個建築的存在 所以他在誠實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 他講到結構跟怎麼樣 具細明義的讓這個結構跟材料 在整個建築的一致性上面 從頭就到了 那這個 現在來看 今天這種不動搖 還是非常不動搖 今天所有當初 所有的手工藝家 他們所面對的結構跟材料的事情 他認為 哪些東西是欺騙的 結構的欺騙 本來是石頭變成木頭 本來是木頭變成RCE的 這種東西是欺騙 第二個是叫做表面的欺騙 剛剛是結構的欺騙 另外是表面的欺騙 在木頭表面欺個大理石 在這種場上幹 可能工人很會騎 都可以騎出大理石的紋路 在一個不該有的材料 騎上另外一個材料 他認為建築 盡量是裸露他本來的材料 千萬不要做裸露的欺騙 雖然現在有一批的建築師都喜歡做裸露的建築 比如說我再回憶 我為什麼提安庭中小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認識 做清水RC就是清水 不會在上面做西揚給 那西揚給也不會再去貼東西 那這個都是有些人有這種信仰的 他認為建築的材料不要再包覆 東西到他的前面去 另外一個叫做操作的欺騙 這很重要 就是任何的機器在操作的時候 都常常明明不是這樣做 可能會做幾個小細節 讓你覺得好像有那麼一回事 但它不像工匠這麼老實的 要去做一個細節就要用一個勞力 用一個時間去把那個東西刻出來 那這個是什麼 是那個過程的欺騙 所以他認為建築不能欺騙什麼 不能欺騙用過程來欺騙你 不能用結構來欺騙你 不能用表面材料來欺騙你 那其實我們現在做很多設計 這才能夠算 都做了 所以他認為像這個有事情 他說為什麼要做這個圓拱 這個圓拱根本是古典的東西 這個圓拱為什麼現在 這個圓拱其實是以前老的拱 圓筒的拱狼 其實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是用鑽石結構 鑽石結構是要一個一個壓力 慢慢傳到兩邊 傳到這個拱 可是呢 他在那個時候 18世紀中的時候 明明用鋼鐵做 他一定要做出像萬神殿一樣 做得像教堂一樣的一個形式 因為大家很沒有想像 做一個新的形式 所以常常用建築的新的材料 來做一個舊有的像萬神殿的 這樣的形式 他認為這個是不對的 你不能用一個輕的材料來表現一個有鑽石構造的重 這個是不該的 所以這個是他認為不該的地方 台灣有太多的不該 比如說這個叫什麼 這叫斗拱 斗拱是因為木架 要慢慢慢慢撐上去的時候 所架起來的屋頂 慢慢往上伸才能把那個 屋頂跟得起俏 所以用木構造才用斗拱的狀態 可是我們因為太環境斗拱了 所以我們用水泥把灌出一個斗拱的感覺 OK 可是水泥根本它的系統叫糧柱系統 只要有糧柱就可以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不符合的 那這個當然很多東西 有的是懷舊 有的是這種 鄉土主義 有的人是這個叫做行事主義 開始要去做的 可是對Ruskin來講 這些東西都不對 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幹 誰最真實的表達這件事情 現在有好幾個建築師 我覺得都很棒 他們都在19世紀 20世紀做房子 可是他們都在回應 真實的表現各種不同的材料 這個人是誰 在北歐稱為五大 現代建築大師的五位之一 叫歐巴奧頭 歐巴奧頭 他大量的用當地的北歐的材料 他的磚頭 跟木頭 來做大量的可以彎 跟要疊重的材料 所以可以看到 他的所有的木頭 對不起 請問這個 木頭的 一條一條 這一條一條的木頭 讓你變成彎木 讓曲線可以跑出來 因為曲線你要用塊木頭 來彎它 就開始用條狀的 用磚塊來疊出這個 重量感的關係 木頭去做框 木框的窗 RC去做它挑高的一個基礎 每一個材料都面對 他應該要的結構行為 跟他當地的材料 讓人非常感動 所以像歐巴奧頭這樣的建築師 會讓人感動 是因為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 當地的真實的材料 跟結構的東西 哪一種人 也是建築大師之一 這個人是我最喜歡的建築師 他做的東西 就完全不是那樣子 那個人叫柯比毅 他做的東西都是白色 不管用什麼材料就是七成白色 有七萬以後 所有東西都是白 看到的是那個抽象集合的關係 不重視那個材料之間的感覺 那這是兩種完全對比性的建築物 所以柯比毅非常強調 就是工業建築 給它的新時代精神 可是歐巴奧頭非常強調 在地的自然 給它的建築的一些暗示跟啟示 然後做這樣的房子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來看 Ruskin的房子 那誰比較接近Ruskin的好 其實是讓歐巴奧頭做的 可是你真的說柯比毅不好嗎 我會覺得它還是很棒 但是如果叫Ruskin來看呢 可能是不寫的 就是根本就不是 不是一個真實的房子 所以建築的價值在於 各種不同的觀點的一個架構 Fernel Run大量的受到 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影響 開始用鑽石去疊 Fernel Run特別為了要讓那個鑽石 疊出有那個手工藝的感覺 它用各種不同的鑽去疊氣 然後那個花川的氣法 氣出非常有質感的牆面 這個牆面呢 從疊石的狀態看得到那個claps 看到那個手工藝 也非常的感人 包括它在做木窗的時候 如果用木窗去表現那個 自然的曲線 所以 萊特跟歐巴奧特 這種北歐建築師 基本上都受到這種所謂的 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影響 然後來回應這樣子的一個建築方式 那我用這樣的方式 很主觀的來告訴大家 Ruskin到底在台上什麼 再過來 第三個燈 力量的燈 這我剛剛講過了 美代表兩種 第一種叫做美麗 第一種叫做力量 Beauty跟Sup-line 崇高就是那個 就所謂壯美的事物 就是我們在跟我們當時的事物 就是進去以後 每一種文化的人進去都會 哇 那個叫做壯美 另外一種美 這個優美的形式 是來自於各種不同文化 可是它就開始把這兩件事情 先談崇高 那個壯美的東西必須要被抓到 所有的建築都在強調這個 所有的壯美的關係 而且這個壯美 它認為 什麼樣表現這個壯美 是讓這所有感動者 產生敬畏之情 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基礎 以後黨懂得這個道理 要做建築設計其實很容易 我常常因為那樣子 對我來講 做建築設計的空間非常容易 只有我知道我要讓人 怎麼產生那個敬畏之情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宗教空間 我看過有人問我說 我最喜歡的一個建築是什麼 你可以舉個例子 我最喜歡一個很小的案子 可是我稱為它要壯美 那個小的案子在哪裡 那個小的案子在 MIT Boston的一個小的櫃坡 這櫃坡非常有意思 這櫃坡什麼開窗都沒有 只有一個天窗 它的祭壇 是一個小教堂 祭壇上面就有一個大天窗 旁邊都是圓形的 沒有開窗的地方 所以光線只能從天窗灑下來 它在天窗下面的聖壇的後面 做了一道用很多鐵絲線 做了很多小的鋁片 掛了三千片的鋁片 在那個天窗下來的光影 所以光影打在那個鋁片的時候 那個鋁片會閃 那我為什麼覺得那個房子 跟我說有敬畏之情 是因為它都不開窗 所以裡面是封閉的 我進去推了那個木門 才一推以後 全身雞皮疙瘩都起來 因為我一推進去那個微風 風就會擠進那個 沒有窗戶的空間 一擠進去的時候 它很輕的三千片的鋁片 就會開始被那個微風 一點點風就好了 它就會搖 一搖的話太陽光一打 那個光鏡就這樣 嘶 雞皮疙瘩都起來 我覺得它會跟我打招呼 很可怕的是一種 人跟那個空間的那個敬畏之情 是就在於一個自然裡面 推一個手 輕輕的推進去 結果有人跟你say hello 一點點閃一下 然後是用什麼 用太陽光跟那個輕輕的鋁片 那我認為那個叫Sunline 那個不是漂亮 那個就是我稱為 就是它稱為叫做這個敬畏之情 為什麼 因為敬畏之情要來自於神秘 莊嚴或是激動人家的情感 甚至於痛苦 恐怖 或是崇高的來源 讓你覺得驚嚇 恐怖 或者自己覺得渺小 或者刺激的某種感覺 那這個是它認為建築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建築還有一種力量 屬Beauty 我講的另外一種美 這個美它就是衍生性的美 剛剛講的 從心靈出發來就是人創的美 衍生性的美是什麼 是讓人覺得非常的愉悅 看得很高興 你看得很喜歡 你看得都非常的舒服 你覺得很美 握在手上也好 看一看 每天看一夜都好 那這種美很重要的 那建築這兩件事情都很重要 這兩個東西都可以觸發你的 創作的維持感 然後這是它談到的燈的感覺 這個所謂力量的燈的感覺 我們來講教堂 這個是什麼教堂 這是回教的 伊斯蘭教的一個教堂 後來被基督教合併在一起 在伊斯坦堡 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 然後它叫做聖索菲亞大教堂 它的美在於這個空間幾乎沒有神 因為在回教它基本上沒有那個神像的ending 所以它完全神聖感來自哪裡 來自四周圍的所有的窗戶的光線 讓那個光線打起來瀰漫的一個空氣感 這個空氣感你就覺得那個神聖感非常神秘 這個是什麼 這是羅馬的萬神殿 是在一個大園口上面打一個洞 這個洞沒有窗戶 沒有玻璃 所以進到室內的時候看到一個洞 那個洞太陽光打下來 一個很大的陰影 投在教堂的地板的正下方 最有意思的 我去的時候剛好下雨 進到室內還會淋到雨 雨就從那個洞灑下來 然後它的最中央有個歇水口 可以把水排掉 所以進到那個教堂裡面覺得 充滿了神性 因為你會被萬神給包起來 可是自然沒進 那這種都是我們稱為的力量 就是力量的美 力量的美其實是非常敏遠的 就是我們常常會尋求這樣子的 設計的一種概念 這個力量的美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美國建築師 五個建築大師之一 是因為漢堡德他先生稱為 最偉大的具有詩意的建築師 叫Louis Khan Louis Khan蓋了一個圖書館 在美國的東北角 就是叫Aster Library 這個也是我超大 超喜歡的一個孩子 因為他說 什麼叫做圖書館 圖書館就是 知識就是神 書就是神 所以你進到裡面去 他蓋了一個四層樓 幾乎是六層樓高的房子 六層樓高的房子 人在下面的高度大概只有這樣子 你進去 他把他所有的書架 繞了一大圈四周圍 然後 熱層樓高 全部都書架 你進到裡面去 你還要進到一個萬神殿 幾乎他的雏形是 剛剛羅馬那個萬神殿 結果萬神在哪裡 萬神就是所有的書庫 把你秤秤樓樓包起來 你要去找書 你要走到這個萬神殿的民工裡面 去找到比較多的知識 他告訴你說 什麼叫圖書館 就進去你 感覺到知識的神的存在 你要走到這個知識裡面 去尋找你一個 你最想要的那個神裡面 帶著他到窗邊 讓陽光打在那個書上面 看開書 跟他做最親密的接觸 聽起來超失意 原來建築可以這樣搞 就是講完建築就做完了 那個設計就非常棒了 他剛開始 你跟那個知識 距離這麼遠 他的誘程都這麼高 這麼多書包圍著你 你最後還可以找到他的其中一本 跑到一個小角落 像一個修道園一樣 跑到小角落 衝突打開 光線打在書上 你跟他是最親密的接觸 他說這個就是讀書館 不要故事這句話 這句話 讓他變成全世界最棒的建築師 最有詩意的建築師 他做的事情就是在創造一個 叫做神的力量 可是他做的並不是真的神 他做的行程做書館 那這個是我感受到 我最喜歡的案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這個呢 這些都是忠實表達 非常重要的力量 這是安城東雄 做一個最不像安城東雄的案子 我非常非常喜歡 他在萬國博覽會 曾經做一個這個案子 他說他把一件事情創造出來 他認為東方的建築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們常說東方的建築 都常會在做一些東方的禮會 他說東方的建築 跟西方的建築 就是一個大屋頂 而這個屋頂呢 大到一個程度 西方的屋頂都從哪裡進去 從三牆 那個三角形的一個面進去 我們看到 那神殿也好 看到希臘的巴特龍神殿 都從三牆進去 東方不一樣 東方是從 橫面這樣的大屋頂進去 所以呢 那個大屋頂的那個屋頂 他把它放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產生某種力量 他再把大屋頂的這個 其中的一塊翻下來 像是塗一個身後 塗下來以後 變成一個樓梯 從樓梯走上去的時候 才是一個 從頭到一個木頭 做出來的床架 像錦字形 以前在做大木構的床架 我們把這個樓梯增進去 他把原來東方的 所有的精神的 幾種構造的關係 跟大屋頂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當初的日本的 我很喜歡這個房子 我覺得這個案子 有把那個建築的 那個力量 拉到某種層次 看到這個房子 你會覺得它很美 可是這種漂亮的美 說不上來 可是真的很美 就是它有一種味道 那就是我認為 像安妮這種建築師 他都會抓到 這種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種建築的精神 他等到另外一種美 叫做美感 這美感他說 其實啊 這種讓人愉悅的美 常常來自於自由 那自然呢 要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這種 非常漂亮的 普通性的比例 跟曲線 這個曲線呢 都不是人造 都不是被人用工業 用各種不同的製造 而是什麼 平凡人的自然 所以他強調 所有人建築 應該來自於 當地的風土 來自於自然 所以才會影響到 英國人對於自然 非常著迷 然後開始喜歡這種 本土性的材料 這都是他認為 最貼近土地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在說 我們會蓋一個 叫做在地性的建築 如何讓在地性的建築 更有人最近 因為那個東西跟你不抵抗 你是平凡自然的 可是你在這邊 會覺得有一種舒服感 那這個舒服感 跟剛剛那個叫做震撼感 他們覺得很恐怖的 兩個是對立 所以這兩個會同時存在 那這兩個都是 Ruskin認為珍貴 必須要保留的 所以那個時候 影響了非常多的 當初的歐洲的美學 叫做新藝術運動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們從做衣服 做海報 都大量的用這種花蕾 樹葉 曲線的線條 來做他的設計 影響了那個時候的 所有的新運動的開始 包括在巴黎 有很多地鐵站 開始 在一個樹林裡面 做個地鐵出口 開始用一個像 事業的關係 來表現一個自然性的概念 這當然都不是Ruskin講的 是我自己在那邊 想說 他談到自然 是一種美的時候 所建構出來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人 忠實的表達結構 這個結構來自於歌德 他做的都很邪惡 因為他的東西呢 有歌德堅拱的結構 可是看起來 好像有生命在裡面 像一個怪而已 因為他來自於自然 不是來自於自然 他來自於動物的自體 這個人是什麼 這個人是我稱為 叫火星人 他一定是外星人 他絕對不是人類 這個人叫高地 他蓋了生家堂 他蓋了叫做米拉 他的住宅 全部所有的這個東西 的曲線 從梅梁到窗框到柱子 全部都連在一起 就像我們人 你永遠看不到直角 你的關節 你的手背 全部都連在一起 像一個肢體一樣 然後生家堂包 今天還在蓋 他的徒弟繼續在蓋他 這些東西都是靠什麼 靠craft 靠手工藝 慢慢的一個一個雕 雕的時候 都在模擬那個自然的狀態 所以雖然高地 做的東西非常詭異 一點都不真實 不忠實 不檢驗 可不覺得他好 Roski 就是 就是他對於那種 結構 材料 工藝 自然 那幾個東西 他回應得非常非常好 回應出來當然不是 Roski喜歡的那個 英國演出工作 屬於他自己個人的 屬於高地個人的 架構 也因為這樣高地 跟當時的現代建築 受到工業革命影響的 那些現代建築 完全區隔 所以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 他自己製成一格 來造造出他的自己的一個 一個空間的個性 再過來談到 這個就比較抽象了 他告訴你說 建築的倫理來自於 所公益 來自於所公益 表達的人文精神 所有人 審美經驗要離開 不能離開 這個平常的經驗 也就是你所有的東西 要表現人 跟他的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 人要付出勞力心力 跟這個東西 才會產生好的關係 資本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種無人性的社會分工 每一個人在做樓子 做其中 就像做業員 你只做一個 iPad裡面的一個小螺絲釘 人家說你做什麼 我忘了摘 我不想它最後會變成什麼 因為它為止做這個小螺絲釘而已 最後是被組成一個東西 當組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小螺絲釘怎麼做 我不知道 因為另外一個人在做小螺絲釘 所以那個是一個叫做 機械生產的分工 你對於你做的那件事情 完全沒有感情 沒有投入 失去了跟人之間的關係 它就不是一個好案子 所以他認為這種 工業革命出來的這種 細膩的社會分工 跟機械製造 它就不是一個好的 好的方式 OK 所以他這裡談到很哲學 我想這個不用那麼多 講那麼多 因為他告訴你說 作品反映了社會勞動 很高軌 好看的一段話 可是他告訴你就是說 另一個事情 跟人之間的精神價值 一個提起來的這樣的架構 我一直在說 這就是一個宗教家 所做的東西 他寧願看到 非常糊塑 你知道嗎 他寧願看到 跟人的手工原始而浮著的美 他反而不希望 這個機器裡面 做出精準的 是傲慢的醜 是完全誰都不管的 他認為那是醜的 他認為那個濁濁的 就是像我們現在講的手感 你每次買一個杯子 它完美你又不要 你要都缺一個小腳 不小心被手一摸 凹一個塊 那個滿美的 滿有手感的 滿濁氣的 OK 這個在人的感情 常常是有的 我們男人感情 其實不會喜歡 最完美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 那種跟人性 因為人絕對不是完美的 所以他喜歡 這樣子一個勞力 投入的關係 那誰對於這種勞力 投入 所有的細節 做到最極致 有一個意大利的建築師 我非常喜歡的 叫做卡拉斯卡巴 我上個月才 上上禮拜才去意大利 看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呢 應該做到一種 叫做偏執的狀態 每個細節都要做 這是他所有的這個房子的細節 裡面拆下來的五金 連五金都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那個是偏執到什麼程度 這是一個小桌子的桌角 就差不多這麼大 他做成這樣 他偏執到他認為 那每天 我猜這個人已經偏執到 他早上起來沒有做點設計 他大概 日子過不下去 所以每天要在 還有哪裡可以做 這桌角還可以畫 就可以畫一個桌角 不過這個圓圈的下面 還可以畫一個東西 就是他開始 把他這個所有的生活的心力 放到那個 那個作品裡面 可是 正因為這樣 你會有空虛力 因為你是去看到卡拉斯卡巴 你會覺得他終於遇到一個程度 可是 終於遇到你覺得 他的建築有神 可不可以看到他 因為突然他冒出來 因為我們這次去看他的墓園 你就開玩笑說 搞不好等一下他躺出來跟你打招呼 你會覺得到處都有他 那他幾乎把他自己的那個架子 放到那個 那個作品裡面去 那這已經是出神入化 在一個創作者裡面 他也不叫做創作 他其實就是在 表現他的心靈跟腦力 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甚至於他在 做一個招牌 做一個門 石頭 要怎麼雕成 凹凸的 跟那個字怎麼雕成 光滑的 在那個牆面上 怎麼用一個方形的石頭 砍一個四分之一的 平的石頭 這邊一直叫做 很多人說他裡面 一定有一些達尾基密碼 不想再玩什麼 因為 這個石頭怎麼拼出來 畫了這個圖 還寫了好多數字 不知道在幹嘛 這就很美 如果你們到 Rona 我們這趟才去的 看那個建築 超級感動 那這個其實都是 我以前稱為 手工藝 一般做機械的人 要求精準效率的時候 是完全背道而實的 這樣一個概念 最近我們去 上上禮拜 我們去看另外一個 讓我極度感動的房子 我認為大概是 這個世紀裡面 最好的建築師之一 德庫普利之客講 我們這次去 就是出去看四棟 專程去 上山下海去看四棟的房子 這個人叫做 披著樽頭 OK 德國普利之客講的 一論世建築師 他蓋一個教堂 讓我極度的感動 他用水泥蓋出一個方形的 這個真的不叫一個教堂 像是弄杯 人進去 大概在這裡怎麼打 所以人走進去 走進去 你可能弄的鑰匙 是他當初怎麼灌這個材料 他是一個小小的 部落的一個 很小的地方 蓋一個小教堂 那個教堂 不叫真的教堂 就是一個聚會所 要產生的 無用之用的神性的空間 所以呢 他就在當地找到了 當地最多的木頭 他把那個木頭這樣堆起來 就像我們在搭帳篷一樣 全部把它堆在一起 堆起這個 全部用鋼絲法綁起來 綁成一個像角錐形的 的木頭以後 外面再搭一層模板 是方形的 裡面是一個這種曲線 外面是方形的 然後 裡面就不用模板 因為他木頭 一根一根一根 灌水泥的時候 就會 水泥只從木頭 跟木頭露出來 而已 所以你看這個 嘔嘔吐吐的就是 一根一根木頭 被露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 裡面的模板 是用當地的木頭 外面的模板 是用水泥 忠實表現清爽滑溪的狀態 最讓我感動的 就是你要表現那個工藝材料 最讓我感動的是 水泥灌完了 然後怎麼辦 然後用火 放到他的濕面裡面 一把火把所有的木頭都燒掉 木頭燒掉就燒成灰 原來把木頭的鋼絲線 就掉到地上 變成地板 是一個狀態 然後呢 因為燒掉的時候 整個木頭的痕跡 就留在水泥上面 然後這木頭痕跡 就留在水泥上面 還有那個燒掉的木頭的味道 進去裡面超級感動 而且它從下面很大的 所以你走到裡面去往天空 你看 就像一個人類型的光線 從上面樓下 超級感動 它什麼都沒做 可是就是有神 那進去你會說 神到底在哪裡 可能很怪 可是呢 你看它面對什麼 它面對當地的材料 它做了一個水泥的澆灌 最後用火把它燒掉 然後讓它不見 鋼絲最後留在地板 所有事情幾乎都是一個動作 接一個動作 然後每個動作最後 就變成建築的一個關係 那這是非常德國人 德國人在講哲學的時候 一以貫之 不做多的東西 就是從一步做到最後一步 它是一個整個哲學道 那這個 像瑞士還有瑞爾曼民族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在這種表上的意義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 最精準的好案子 大概就是 我認為 在談到 比如說Runto 比如說Runto 在談到這個 Rusky的好案子 最後的記憶子 再來就是記憶子 它認為 所有的歷史 這句話很好 我們可以不靠它 不靠政府而活 可是我們不能 由它而死 就是我如果沒有留下 歷史的痕跡的話 我不曉得 我要對以前 人變成 得住到以前的那個狀態 所以呢 很多歷史變成歷史 是讓我們心有所依 所以呢 當那個東西不在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 不所依了 所以建築不是只為了活 建築可以為它而活 可以不為它而知 沒有這個東西 所有的歷史過去 就全部都不在 所以它反對 歷史建築 要被 復舊如新 不要做Restoration 它開始覺得應該要保留下來 然後這個保留下來 它說死了就死了不能復生 所有以前的美麗跟偉大 是不可能被復原的 你不要再回來 把它復原成以前的樣子 那是不對的 就是Keep it there 就在那裡 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才能留下真正的難為 這句話非常哲學性 可是這句話非常 對後人 對歷史建築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怎麼樣留下 那個建築之間的關係 就像我們在看 《魔法的廢墟》 所有的東西都留在你身上 你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跟它之間有一種關係 這個關係 不是你住在裡面的那個關係 這個是他認為 我這觀點 我在說 這觀點對很多的歷史學家 或者是歷史建築的學家 他們規定的 每一種認同方式不一樣 有的人要恢復原狀 有的人認為要重新把它改裝 變成現在可以用 三四種不同的觀點都可以被討論 而他的觀點是這個 留下來的關係 最後遵從此等他告訴你說 其實宇宙一定要有法則 當你在追尋宇宙的法則的時候 其實是 因為他覺得機械都是有盲目的 幾乎無遺可循 因為機械它自己在走 所以他認為 當我們今天開始有一些勞動的法則 各種基本的法則 才能表現出 我們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你遵守一個法則 才能找到你自由的理會 你唯有立了一個格 遵循這個格以後 你才會找到一個破格的機會 這個破格的機會有順服才有反 因為反 所以產生的顛覆 產生的變異才會有意義 所以他認為變異這件事情 是非常個人化的 是美麗的 它不是一個精準 那這個是他最後的收尾 他最後的收尾告訴你說 建築系統最後的收尾說 我告訴你 人需要自由 可是人為什麼需要自由 是因為他有一個法則 當你都沒有法則 沒有自由就不存在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動關係 那那個也是我們常常做設計 像我自己做設計 我常常是自己先立一個格 然後再跟自己碰到一個 因為我自己沒立那個格 我就不曉得要怎麼樣 來打破變成一種新的 新的張法 那這是我覺得他設計做得最好 最後最後剩下幾分鐘 我跟各位介紹一個 我認為現在的某國建築師 把這個某國建築師 用它來審視這個 John Ruskin 我覺得還蠻有趣 不一定完全的符合 因為我覺得還蠻有的味道 也就是今天2012年 被全世界普利茲克獎 剛搬完的唯一的一個中國建築師 普利茲克獎自早以來 一直都認為是一個 西方的一種建築的價值 跟西方的建築美學 可是呢 今年第一年 頒給一個中國在地的建築師 這個人完全沒有留學 這個人真正創作建築 也不過從2000年才正式開始 到現在2020才12年 很多拿普利茲克獎的建築師 都要拿到30 做30、40年他才拿到 他十二年就拿到 這個人叫文書 他基本上是在杭州的中國美院 當建築院的院長 他其實是一個藝術創作家 他的寫作文一支寫得非常非常棒 看起來像個流氓 是一個非常在地的 可是你完全看到他人一樣 跟他看到文章完全不一樣 他的文章失憶的不得了 然後人卻粗獷的不得了 然後他曾經跟他的學校 杭州的中國美院說 我幫你 蓋 杭州美院的所有房子 我只有一個條件 我不用錢 你如果讓我蓋 那是機會不能 杭州美院從此就有一個 蓋整個校園的房子 不用付一塊錢 就是王宿在那邊教書 帶著他的學生 他說 我的學生 絕對不用電腦化 我的學生 畫完土地 用在工地把它蓋起來 我們做的建築 是叫1比1的建築 我們建築的所有的材料 都要真實發生的 所以帶著學生 每天就蓋房子 蓋房子 蓋房子 然後最後就把房東 裡面有這個東西架起來 可是一個 跟現在幾乎是在中國 這麼大量製造很快的 往西方的 這樣子的 進步的 中國所謂的進步 開始向西方學習 做大量生產 大量的reproduction的時候 他僅僅在這件事情 他反其道而行 到他的學生們 在走另外一條路 這條路不用原來的 這樣子的進步 所謂的進步的基礎 這個人他告訴自己 寫了一段號很強 他說我寫作 我造房子 我的藝術活動 甚至於生活 都以某種回憶為基礎 一種對以前的某種印象 但是回憶還不是懷舊 是某種 我剛剛講的那個 非常重要的那個 以前的存在的那個關係為主 從那個開始 那這個人 我們最讓 最知道他的是 他在2006年第一屆 這個 中國被邀請為中國館 可以在威尼斯雙年展 開始設立的時候 第一屆他就是代表 他第一屆代表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 代表中國在威尼斯的第一個 第一個中國文化館的展覽 名字叫做瓦雷 是他跟那個校長 那個校長 是一個藝術家 每天在畫瓦 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他跟他合作做一個瓦雷 非常有意思 他來參加這個參展網術 高威尼斯參展之前 他在兩三年 那幾年當中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中國把所有的房子 都因為大量的建設 重新開發更新 所有房子都拆掉 一個一個拆掉 然後重新蓋新的高樓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他拜託這些拆掉的工人們 把所有拆掉的民房 還不是價值的房子 都是那種 沒什麼價值的房子 這些民房的灰瓦 全部留下來 OK 所以他找了一些倉庫 把所有被拆掉的房子的灰瓦 一塊一塊一直留下來 得了幾十萬片 這樣子 那個動作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 一聽到這個都覺得 突然覺得那個震撼感快出來了 那個力量的美快出來了 然後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突然他在2006年的指派 在維尼斯雙眼板的時候 他做個瓦片 可怕的是 他用了二十萬塊 我記得不知道多少萬塊 用船 把這二十萬塊 假設這二十萬 用二十萬塊瓦用船 把它運過去 運到維尼斯 全部都是瓦片 都是被房子拆下來的瓦片 然後呢 找了一二十位民工 跟著這瓦片的船過去 到維尼斯的這個展場裡面 不在室內展覽 就在世衛的大草皮上 疊瓦 把二十萬片的瓦 慢慢一塊一塊疊起來 我就覺得 義大利人如果通到這裡就嚇死 那很像以前的木瓦土生機 那不曉得一艘船 弄了幾十萬片的瓦 然後來幾個那種 狀況怪怪的民工 都要來幹嘛的 就這樣疊疊疊 疊在草皮上 就這樣疊起來 這個疊起來 產生某一種非常失憶的狀態 因為瓦片本身 它就有一種真實的材料 然後瓦片本身 非常像以前 中國的那個大威力 的那個狀態 它的做法 就是用氣疊的方式 就不是那種 另外一種工法的方式 所以呢 它就把它疊疊疊疊 它後來 這個花園 只是那樣貨名的樹 它是一個大的斜 而且這個疊 它下面不做支撐 是所有瓦片是空中的疊法 疊完以後呢 它不讓人上去 它只做了一個小橋 人要跨過這個小橋 踏在網上面 只剩一個人上去 你要騙死外個人 就是要這樣騙 你就是規定只有一個人 每一個人上去只有一個人 他就非常的 敬畏地站在那邊 你也不曉得會在看什麼 就那樣子 我覺得那個超感動 在一個大片的林子裡面的 上萬片的瓦 讓所有人排隊 然後一個一個 站在瓦中間 然後不曉得要幹嘛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瓦 我覺得 那件事情充滿著 剛剛Ruskin的那個 對於構造 對於材料 對於歷史 對於記憶的 對手工藝 一定是民工 然後你可以來疊 一定會疊起來的 那個狀態 那這個其實它做的是一個抵趟 它抵趟的是 大量機械製造工業的 也正由於是中國大陸 現在正在 往那個方向看的時候 另外一個反向的操作 那我覺得 基本上是偉大 對我來說 不管我喜不喜歡它的作品 我覺得這個作品 跟Ruskin那個時候 在抵抗水晶宮 那個所有在樂觀看 往前看的時候的 那個狀態 是直接進 這樣一個狀態 它甚至於把這個瓦片 跟房子拆下來的這個石塊 做整個杭州裡面的牆 嚇死人的牆 這個牆呢 因為一層一層疊起來 完全裸露在外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前那個機器 就在這邊重新發生了 它的炫念形狀 然後它只用它的材料 可是那個 那疊起來的時候 它不做泥漿的時候 裡面的風跟外面還通風的 很像一個 以前傳統的 通風的多孔系的 可呼吸的建築 非常的迷人 然後它就開始做這樣 這樣的房子 什麼叫做土房子 磚瓦疊起來 用水泥灌成一條一條的水泥板 再加上 以前中國大屋頂的 那個一層層落落的大屋頂 被切一刀之後 看到它的透明的補面 這個狀態 這是它的建築學院 超喜歡到那邊去 去念建築 因為在那邊畫圖 特別有感覺 然後空空蕩蕩的 是一個通風的房子 然後它就蓋了 非常多不同的房子 這是一個合院式的房子 這是一個它叫無閃房 然後如果你們有到杭州去 大概花四十公里 四十分鐘的車程一定要到象山校區 整個學校都要蓋 蓋了 蓋了四幾棟 免得不得了 就在這十年面 然後它相信的就是crabs 一個一個都用手工蓋起來 那這就是看到的這個 無閃房半透的 這樣的通風的關係 有一種中國建築的老味道 不是這麼中國 然後由於它自己的一種材料性 和結構關係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包括 它的所有材料關係 把瓦片 全部疊成一層一層 變成什麼 變成這樣版 增揚板把原來的大污點 拆成五個污點 開始變成這樣 以前我們的增揚板都是用乾垢的 用什麼 它不是 它直接用瓦片去搭 建築的牆面 開始像以前的空間磚一樣 去做出像空間磚的感覺 然後這就是剛剛講的瓦片 搭過來的空間關係 所有的建築 有非常多的遊覽 串在這個裡面 像以前的這個中國空間的另外的 新的遊覽的狀況 它最後在2008拿到 做完這個案子之後 讓它得到2012年的一隻個獎 它叫明波博物館 基本上全部都是各種不同的回收材料 可以結成一個可以呼吸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石頭 你可以看到磚瓦 這樣子結出來 瓦片石頭跟磚瓦 一片一片的磚瓦的關係 別成一個坑坑巴巴的房子 然後這個坑坑巴巴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用疊氣的方式 然後變成每瓦書館的一個外牆 光線都從坑坑巴巴的房子 進來 然後呢 有一個格 這個格是一個方形的 簡單的格 但是有很多的破格 都在這些坑坑巴巴裡面 來創造出另外一種破格的觀念 來看到這個開窗 非常的寫意 包括下面這條線畫過去的時候 的這裡的材料 跟上面的材料 幾乎產生一條斷越的線 那這個王術 他所做的這些房子 不管在年坡的 像房中美月的 不盡然 不盡然是Ruskin所做的 可是當我今天看到王術 在這個時代 為什麼他會拿到一個 鼓勵這個獎 他如何去抵抗中國大陸的 那樣子的方式 讓我回憶到Ruskin在150年前 當初他在緊張的 或者他在跟另外一條路 背道而行的 這樣的狀態 那如果大家 對這本經典的書真的有興趣 當你在看的時候 你要有那種心情看 你可能還是看不懂 我不可能相信還是有 你其實也看不懂 都非常值得看 因為他背後有一堆 這個時代的價值在這裡面 然後還一直在警示著說 其實所有的時代都是這兩個方向一直往前走 那他對於整個現代的建築 還包括剛剛講的 Visa Souto Tenro Rai Oma Alto Kalasaka Papapa 還有好多的建築師 都影響深遠 那我覺得這個影響深遠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 另外一群建築師在講 如何做得更帥 如何做得像地標 其實不太一樣 那建築的價值 其實是在這兩個的事情 在開轉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老師 又精采又豐富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我們就開放了兩個 可以提問的機會 請舉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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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就是說 他說 他說 他可以 就是對方不用出 任何一毛錢 然後他幫他蓋 那我想說 幫他設計 不幫他蓋 蓋還是要花錢 只是設計不要錢 那這個是有經驗嗎 對不起 我剛剛說錯了 就是 他可以全力 一直幫他做設計 也可以一直從頭走到位 當然營造還是要錢 可是他們在營造之前 都會請他的學生 做很多材料的 像一群手工一家在 你說現在看到還有 校園還有很多地方 都有 學生在實驗各種不同的材料 怎麼疊在一起 然後做完以後 就用那個材料的工法 開始變成工人去做 還是有 還是有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他沒有念書 就是不法治 蓋房子就是他的念書 所以他的整個 學校的研究室叫做 業餘建築工作室 很特別的名字 中國有兩個公司 非常特別 都是很好的建築師 一個就是業餘建築工作室 就是王術 另外一個是叫張永和 曾經去NIT當 當那個建築系的系列 他開了一個建築公司 叫做非常建築 然後他出了一個作品 叫做平常建築 一個非常建築事務所 蓋一些平常建築 非常非常 好 再一位 老師您好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手勾力的精神 那以現代的需求來講 其實手勾力精神 跟我們家的需求 是有點非到而起 那你覺得 如果重手勾力精神 是一種 是一種 是一種價值觀的 一個宣揚 那在相對的時代裡面 他代表哪一種價值 他其實是好像宣揚 確實意義大於 實質的意義 對 因為他就建築的一個 實質的 你精神性也好 或是說可大眾的一個 一個 一個效率也好 其實他其實是不太 這個價值見仁見智 那很難說 它到底是真實價值 還是特價價值 不過一定要這麼說 就是說 你如果到日本 你會發現有兩個城市 非常非常不一樣 兩個都很棒 這兩個城市 代表了一個 非常強調的工藝精神 一個非常強調現代精神 其實就是東京跟京都 日本 其實台灣現在越來越像日本 可是學不來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日本 他有一個最重要的 精神叫做 將師 將職人 以前的手工藝 現在被證為 現在的日本的話 叫做職人 他做一件事做一輩子 他對這件事 有一種專注的精神 他不曉得為什麼 那個 Nikiri 要這樣子 到了做二十年來 還不能 最近有一道 壽司之神 有一個電影 他說他做了二十年 還不能 捏Nikiri 他只能辦飯 沒有曉得 他在日本超變態 他一輩子 只能做另一件事情 然後做做做做做做 那其實我們不能把手工藝 當做一個 這麼Nero 像你講的 在雕石頭這樣子 大概就是現在講的 叫做職人精神 就是每一個人 對他的職業的那一塊 他了解所有的材料 他了解他摸的所有的米的溫度 力量 所有的事情都融合在一起 他最後靠直覺 所以很多設計其實已經都不需要靠 靠 靠美學訓練 對職人來說 最後的那個 美的精神都是直覺 因為他一輩子在碰碰碰 碰到後來的時候 那一刀過去就是那一刀了 下手一定很快 那要很準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我個人認為 我沒有真正回答你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 對我現在的聯想其實是 職人精神 對於一件事情的專注力 跟你把這個東西分工到 各種不同的產業去做專業分工 現在很多產業都這樣 專業分工 跟很多下包 每一包的每一包的部分 總合起來 就是整合性工程 或整合性的作品 兩個其實同時都在發生 那這兩個發生 都有它的基本的價值 那現在很多人在想說 我如何在一個 所有的發包的 分包的過程裡面 還能夠找到那個 某一種職人精神 搞不好是一個最棒的 所以現在才會很談到說 現在的作品 成品裡面 常常會需要一些手感啊 一些專注力啊 這些所有的 那專注力不一定用手 有時候眼睛也是有專注力 對不對 有的人看東西 一看他就在那裡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被轉換的 大概不是以前 一百五十年前都在講石匠 我們現在還在講石匠 不是是在講現在的這個時代 還有哪些事情是 可以這樣子往下走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就先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來願意的參與 我們再一次掌聲 謝謝高老師 我們今天要演唱的這個 大歌庭屏方 今天要介紹魏妍無 對 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了 那門口的話 我們今天的除了這個 裙書以外 還有一些 一系列的建築書 都有推家優惠 也不要錯過了 謝謝大家 晚安